안녕하세요 好 大家回到讓袁愛妃的聊聊 那在這個今天一生鬥心 會是特別要規劃去哪裡旅遊的呢 洛可當中的明星推薦就是袁愛妃 這也是你的第一次對不對 對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擔任部落客這個角色 其實內心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自己的行程 我沒有辦法走得很貴富很豪華 所以我是以一個小資女的心態 然後帶大家來看世界 真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小資女最精打細算 而且小資女呢 最能夠讓這個身邊的好朋友們 因為她的推薦更了解去的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很多小細體裡的或者是很多小私立的景點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魔鬼 你去有魔鬼的是魔鬼身材吧 我希望我又有魔鬼的身材 剛剛艾菲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以為你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你最擔心的是自己文筆或者是拍照的技術 這個你擔心嗎 文筆跟拍照技術其實我沒有很擔心 我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我的行程 然後會想要去 就是我真正煩惱的事情 還有唯一啊 很緊張 又想跟大家分享 可能又很怕艾菲的私房景點 如果被這麼多人知道之後 以後去哪裡都要被偷拍 真的 很多人注意會被發現 是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Xperia自由往事最大方的 我們要無私的跟所有朋友們 來推薦你的旅遊行程 那也要請艾菲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很多的朋友們去規劃一個旅遊行程的時候 可能機票的費用是考慮的 或者是飯店是要住在哪一個地方 或者它的價格的什麼的價位 或者是要去哪一個地方旅遊 對你來說你最在乎的是哪一個重點 其實我的重點是說 你要看跟誰出去 因為如果是你跟一群姐妹套出去 那個飯店 那個機票的便宜度就很重要 是 因為如果你買太貴機票 姐妹套就會不爽 對 也太貴了吧 是 那如果譬如說是跟家人 譬如說媽媽爸爸爺爺奶奶 飯店的舒適度就非常重要 是 因為如果你挑不好的飯店 那很多樓梯要爬 媽媽的膝蓋可能沒辦法附和 對 音樂現場很少飯店需要爬樓梯 那會有些電梯 可是如果有些像那種背包旅遊 你怎麼可以讓爸爸去做背包特殊的房間 爸媽當然要找到六星五星期以上的啊 對 可是因為我自己很苦惱 是我的工作很不固定 所以我可能 譬如說我先訂了之後 飯店就是太晚訂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也太苦惱了吧 對 然後或者是說你太晚訂這飯店 它的價錢就忽然變貴 是 然後 好想要撿便宜喔 對 你看剛剛艾佩講到大家很多的心聲喔 我們把這個日記訂定好了 想要多留一點時間去選假我主的飯店 所以剛剛Catsy也特別分享 我們有20天的考慮 真的 我剛剛看到那個大英夫上面他說 你先訂的機票說 就算你過了20天 你在訂飯店 一樣享有優惠 我也要立刻訂 真的大家都已經立刻訂了 你知道手機啊 趕快就訂一訂 就可以行程安排就可以出發了 可是我覺得你剛剛少說了 你剛剛講的跟姐妹 他要跟家人 那如果是跟男友呢 你會訂什麼樣的飯店或行程 因為我目前現在是沒有這個苦 可是我有想說以後 如果我跟我男友一起的話 但就是要去那種海島國家 就比如說風景漂亮的地方 可能上長單啊 蘇美 你可以穿著比基尼 躺在沙灘上 一整天就看著你的情人就好 唉唷真的 超甜蜜 然後都還忘記擦防曬油還曬上 請男友幫你擦 唉唷沒有 是 你看在原來太多有生活當中的小情趣 那對你來講 因為你現在是等於是明星部落客 要來推薦非常多的這個私密行程 那如果說我們不一樣的對象 一起出遊的時候 你會推薦帶大家去什麼樣的地方 如果是姐妹濤嗎 如果像是姐妹濤的話 因為就是很喜歡買東西啊吃東西 所以我就會推薦 比如說像泰國的曼谷 或者說東京 一些有大眾願書工具的地方 有地鐵很快就動 對 而且就是你可以狂殺狂買 就是蹦到一個脫衣斷掉都沒關係 可是如果就是跟媽媽出去 她走太久 她膝蓋會痛 所以就是可能要選比較舒服的地方啊 像我今年就打算帶我媽去那個 一個親緊責 對 可以讓她呼吸一點寫鮮空氣 對啊 親緊責真的很適合 讓大家放鬆心情 解除壓力去的一處 對不對 那因為原愛妃我們幫了這個 Xperia自由貌寫了附落客 請問你在裡面推薦的地方是哪裡呢 我第一個推薦的地方是很多人 心目中的夢幻天堂 是夏威夷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是 她真的是美到一個沒有辦法形容 怎麼樣的美髮呢 就是她們說 你拿手機出來 你隨便按 隨便亂按 然後等到你回國之後 你再看你每張照片 都美得像一幅風景畫 對 就是你的手機 你不用去 當然綠交是要對到 你跟你四交好 對 意思就是你不用特別取景 弄一個空 你要隨便亂按 每一幅拍回來的都美得像一幅畫 對 而且她們的氣候真的非常的迷人 她就算連下雨 她都是毛毛魚 而且你下完之後呢 隔了幾分鐘就會有一道非常非常漂亮的彩虹 幸福的感覺 真的 聽著下雨的聲音 然後看著彩虹的感覺 完全就是 看齊爾隔了 又有歌的旋律 在不斷在腦中徘徊的面前 那請問 要去選擇大家最期待的夢幻旅遊天堂夏威夷 那在服裝上呢 服裝的話 因為你知道就是她那邊的那個 外屁肌海灘 是 非常多人一定要去朝聖的地方 絕對是要穿上比基尼銀站呢 開始玩笑 你要去那些對戰嗎 跟一些她不一樣的旅客 對 然後一出去叫嚇大家的感覺 要擺出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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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然後每次大家都相信說我有青蛙肚 因為我四肢很細 對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生氣 我就歇起來 他們嚇壞 今天現場不用示範 我 示範自己的青蛙肚 對 可是我現在就是有積極的去努力健身 就要虐出馬甲線 對 你看我們剛剛在後面看到了很多 就是這一次 艾伯跟我們可以見了很多很漂亮的風景 對 你看不管是 你看真的 這邊就完全不需要灑光啊 對啊 這真的是我經紀人隨便亂按的耶 天然的這個太陽光 你看就會讓這個所有的風景 它海的顏色、天的顏色 真的是美得像一幅畫一樣 真的有點像風景 是 而且我們也很好奇 這個劉艾菲每一次在出去旅遊的時候 隨身比 所以要提醒大家 那如果你要全身防曬的時候 別忘了腳背也要防曬 對 不然會曬出夾腳 很尷尬 對 對 很害羞 還有請問你幫我扶一下 好 這個我方便拿起來嗎 可以 這個還蠻逼 會嗎 這個跟你的身體是零距離耶 這個拿起來我怕 上面大家會有一些東西 我拿囉 幫你拿 請問這一坨是什麼 這個很方便耶 這是什麼 這個我沒有在想 對 這個呢 它是刷身體洗澡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飯店有說 他們服的那個肥皂就很小 然後加上的沐浴乳一小罐 然後有時候你洗洗都沒有泡泡 你的身體就洗乾淨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 你就把肥皂或沐浴乳這樣弄一弄 這次可能會掉一些森架 就白白就一直跳出來 好 那它必須帶著這個沐浴球 是 還有請問這是西瓜嗎 不是 這是我的孩子 你除了沒有孩子 對 我不能沒有他 那這樣怎麼會有艷遇呢 就背在身上 對 而且我背上背在身上一起的話 任務代還可以浮在腹部 有沒有 沿著飯講下去 對 好的沒有沒有 這個很多的朋友們 在旅遊的時候 都有自己非常重要必備的小東西 真的 要帶出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安全感 對 這個沒有帶就是 整個旅途之中 都不會得到安心的感覺 真的很重要 是 那是不是 最後呢 再請這個我們所謂的 玩樂旅遊女神 楊愛妃 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你身為Xperia 自由網的輔助客 要告訴大家 只要來到我們的自由網當中 會獲得什麼樣的好處 其實我覺得它非常的方便 它首先給你很大的彈性空間 你可以選擇 譬如說20天 你可以自己先訂了機箱之後 再選擇自己想要怎麼樣的辦點 而且自己很便宜的朋友 也千萬不能錯過 因為36% 這很便宜 已經逼近六折了 沒錯 對啊 我眼睛都真超大的 那我的 原來非明明是一個 應該來說是女神奇 可是一講到這種超便 那眼睛 我告訴你 你肩膀拱起來的樣子 我這麼像諸葛亮大哥 我告訴你 千萬要注意 非常好 我們要用一個 怎麼講 要用一個像媽媽一樣的貼心 像媽媽一樣的精打的信頓 但是讓大家 因為HVIDIA自由了 可以得到公主般的享受 沒錯 好 要再次謝謝苗愛妃 也謝謝今天現場所有的貴賓朋友們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好 麻煩兩位的右手邊看一下 右手邊 好 麻煩兩位的左手邊幫你看一下 正中間可以看一下 來這裡 來這裡 謝謝 好 那我們要動數321之後呢 也要正式宣布 HVIDIA自由王 我們的步步的正式上線囉 3 2 1 請起動 跟大家分享 HVIDIA自由王 我們的步步正式上線 讓各位的消息請 來到HVIDIA自由王 中間都非常多 最高368的之後 以及在20天內 現在我們再回到HVIDIA自由王 我們再看一下正前方 兩位的右手邊下方 兩位的左手邊下方 兩位的左手邊下方